買給陳佩琪的 柯文哲出訪日本沖繩 第一站就到最熱鬧的國際通 要買禮物送給太太陳佩琪 卻尷尬 忘了尺寸 買兩件夫妻裝秀恩愛 還好工作人員及時救援 要結帳時柯文哲不付現 而是掏出悠遊卡 你沒看錯 悠遊卡不只在台灣能使用 在日本也能付款 就連買沖繩當地零食 當然也要使用悠遊卡 我本來還有一千七百塊 那悠遊卡公司又灌了五千塊 所以有六千七 那一千七百塊是去年五倍券 一直用 用到現在沒用完 柯文哲一號晚間抵達日本沖繩 跨海推廣悠遊卡 從十一月七號起 悠遊卡可以直接在沖繩 兩千多家店進行消費 只要避疫下付款不必在鼠林前 簡單方便讓柯文哲大讚圓夢了 悠遊卡終於跨出國境 這了不起的成就 未來要擴展到全日本嗎 對 這個從最初 花口要把沖繩當跳板 讓悠遊卡前進到全日本 但柯文哲任期只剩一個月不到 下任市長蔣萬安做得到嗎 這個要努力的目標 在疫情之前 台灣來沖繩有一百萬人 等他在生態系建立 再從這裡往日本推過去 這有策略的 柯文哲很滿意讓悠遊卡 走出台灣邁向國際化 說著說著還巧遇 來沖繩出遊的台灣觀光客 順便再宣傳 在牛球付那個悠遊卡 所以在台灣買這樣悠遊卡 在這裡可以刷 那你後來這邊就很方便 對啊 我剛才用悠遊卡買的 不然這邊一直都是零錢 柯文哲卸任前出訪 這趟畢業旅行 要展現他的執政成績 為將來再上層樓儲備能量 三天新聞李美天英 永日播日本報導